医生私下透露。喝这杯水,燃至二小时,排毒。不便秘。 减肥真的很麻烦,不过终于迈向成功的一步了,从135斤降到了99斤也算没有白费我所花心思,看到镜子美美的自己真的是很开心啊。 我习惯在这凉凉的早上包上一锅红枣浆茶,这也是秋冬季专用的减肥方式,活血养血,尤其秋冬手脚发冷时,喝上一杯,感觉特温暖。 一到冬天,大多数人尤其女孩子容易手脚冰凉,而且还容易生冻疮。 手脚冰凉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冬天血液的新陈代谢减缓,低气温使血管收缩,血液回流能力减弱。 使得手脚冰,尤其是指尖,脚尖等部位的血液循环补畅,末梢神经循环不好造成的。 生姜大枣大枣茶,具有很好的趋寒暖身的作用,并不是随便冲泡一下就可以起到作用的。 做法,原料,大枣,生姜,冰糖,大枣与生姜的比例约为3比1。 一,大枣用清水冲洗前净,备用。 二,将大枣去盒,切成丁。 三,生姜洗净,去皮,切成丁。 四,把窃碎的大枣盒将放进锅内。 七,继续煮,一边煮一边搅拌,煮至粘稠即可。 八,冷却后装瓶,放入冰箱。 每次喝水时,咬两大勺倒入废水冲掉即可。 喜欢这篇文章吗?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。 减肥真的很麻烦,不过终于迈向成功的一步了,从135斤降到了99斤也算没有白费。 对我所花心思,看到镜子美美的自己真的是很开心啊。 我习惯在这凉凉的早上包上一锅红枣姜茶,这也是秋冬季专用的减肥方式,活血养血,尤其秋冬手脚发冷时,喝上一杯,感觉特温暖。 一到冬天,大多数人,尤其女孩子容易手脚冰凉,而且还容易生冻疮。 手脚冰凉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冬天血液的新陈代谢减缓,低气温使血管收缩,血液回流能力减弱。 使得手脚冰,尤其是指尖,脚尖等部位的血液循环补畅,末梢神经循环不好造成的。 生姜大枣茶,具有很好的驱含暖身的作用,并不是随便冲泡一下就可以起到作用的。 做法,原料,大枣,生姜,冰糖,大枣与生姜的比例约为3比1。 一,大枣用清水冲洗前净,备用。 二,将大枣去核,切成丁。 三,生姜洗净,去皮,切末。 四,把窃碎的大枣盒将放进锅内。 七,继续煮,一边煮一边搅拌,煮至粘稠即可。 八,冷却后装瓶,放入冰箱。 每次喝水时,舀两大勺倒入废水冲掉即可。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。 减肥真的很麻烦,不过终于迈向成功的一步了。 从135斤降到了99斤也算没有白费我所花心思,看到镜子美美的自己真的是很开心啊。 我习惯在这凉凉的早上包上一锅红枣姜茶,这也是秋冬季专用的减肥方式,活血养血,尤其秋冬手脚发冷时,喝上一杯,感觉特温暖。 一到冬天,大多数人,尤其女孩子容易手脚冰凉,而且还容易生冻疮。 手脚冰凉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冬天血液的新陈代谢减缓,低气温时血管收缩,血液回流能力减弱。 使得手脚冰,尤其是指尖,脚尖等部位的血液循环不畅,末梢神经循环不好造成的。 生姜大枣大枣茶,具有很好的躯含暖身的作用,并不是随便冲泡一下就可以起到作用的。 做法,原料,大枣,生姜,冰糖,大枣与生姜的比例约为3比1。 一,大枣,用清水冲洗前净,备用。 2,将大枣去核,切成丁。 3,生姜洗净,去皮,切末。 4,把切碎的大枣盒将放进锅内。 7,继续煮,一边煮一边搅拌,煮至粘稠即可。 8,冷却后装瓶,放入冰箱。 每次喝水时,舀两大勺倒入废水冲掉即可。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